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做這件事 這陣子大家說 你譴責我,我譴責你,不亦樂乎 很開心 譴責動議一定是過不了的 因為要三分二 何君堯就是冠軍 他拿了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博士 結果在立法會 就有兩項譴責動議 他一個人佔兩項 其他那些都有 邵家津被人動議 就是要褫奪他的議席 因為陳淑莊那些也有 因為他們犯了法 那這個就不是譴責 那就是根據《基本法》 相關規定 要免去議員職務的其中一項規定 就是如果你被判刑 超過三個月的時間 就可以 動議褫奪你的議席 但是要立法會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 另外那些譴責動議 就是關於你的操守問題 各樣 或者牽涉到刑事罪行 譬如這個 何君堯其中一條就是 就是懷疑他跟721有關 對不對 這個是郭家麒提的 提的一個譴責動議 認為何君堯在這個721 恐怖襲擊裡面 扮演的角色是令人質疑 另外一個是很賤格的 不是提那個賤格 是被人譴責的那個很賤格 就是何君堯 那就是毛孟靜提一個譴責動議 因為他在一個事務委員會裡面的發言 就是暗示 其實也是明示的 就說這個毛孟靜吃慣羊腸 就是這樣 結果就被郭榮鏗趕他出去 我就說郭榮鏗 這個人是不能趕他出去的 這個是 當時他趕他出去的過程 他真的很有問題 不過大家都覺得他很離譜 有夠你趕他出去 吃羊腸他可以很多解釋 因為毛孟靜嫁給鬼佬 但是就證明這個人很賤格 那有什麼資格去拿一個法學博士學位呢 當時那間英國大學班也被他收拾了 可能是因為他當律師會會長 就是這樣 那時候他還沒有當立法會議員 那間學校也很難逗禮 真的很難逗禮 找不到人不頒這個學位 就找過來頒一下 是這樣的 正法大學頒了這個學位給你 之前新界也有一個學位 正法大學班 那個就是劉王法 但是劉王法那次是穿博士袍的 何君耀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 有兩句話 可能正法大學的黨委書記 就是夾著校長 就是要他做的 兩個譴責動議 這兩個議案的結果 都會被否決 現在還沒開始 有些人就說 連梁君耳也被他過 沒得不讓他過 沒得不讓他過 為何會處理 這是處理 你投票一定過不了 為何不處理 合乎規定 合乎議事歸德 合乎基本法規定 有聯署人數 符合聯署人數的上限 他完全合乎的程序 合乎的程序 為何不處理 有些人說 建制派都不支持何君耀 所以這些 濕狗KOL 你想想不懂 就說笑話 這個程序 按照這個程序 你就要處理 就要擺 成為一個議案 議案就讓你辯論 辯論之後 大家投票三分之二 各個混乎 對不對 多狗餘 這個大家是一個政治表態 不能妥理何君耀 現在就是 是嗎 郭家綺要提一個 毛孟靜要提一個 現在何君耀又提到別人 你說 我現在搞的 林卓廷 現在是很妥協的一件事 是不是 你不能說 別人譴責我 我譴責你 所以何君耀這個是垃圾的 你很難想像一個 那麼垃圾的人 你精法大學班的法學博士給他 是不是 你擺明要跟香港人鬥氣 是不是 你說現在的水平是多低 共產黨 真的 有很多人 現在 好像我們那樣 年紀的人 或者對中國 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那個政治 有些認識的人都會覺得 真的 那個時代就是進步的 屌你了 我們中國在政治上 當然是不會有進步 那個進步在意識形態進步 你當然不會 你不會由極權變成民主 或者向民主這條路走 你一定是不會 人的水平 從政的人的水平 是劣幣俱良幣的 你數一下就知道 你在共產黨草創期間 那些人人 每個人多厲害 你知道嗎 大家如果有聽我說 聯俄容共 說了60集 你就知道 當時的共產黨人 每個人都很大聲 知識分子又多 創黨的陳獨秀 李大超 甚至乎很屌的總書記 叫做渠秋白 都通曉俄文 是嗎 每個人都很厲害 大哥 是嗎 陳公博 之流 那些全部都很厲害 是嗎 民的有民的 沒有的也沒有 是嗎 後來都 就是這個 毛澤東一統天下 是嗎 喂 見證初期那些人 你就說外交部長 是嗎 周恩來 陳毅 這些 跟你這個 王毅 真是屌你了 真的 差很多 你說差很多 王毅這些 你前期心 都比不上 是嗎 唐家旋那些 當然是垃圾 一路一路垃圾下去 早期那些 還是你屌你 全世界閉關自首的時期 冷戰 冷戰 就是最激烈的時候 你周恩來 就是中國被人圍堵的時候 是嗎 喂 他可以搞定我基辛格 是嗎 哄到尼克遜訪問大陸 是嗎 到最後造成卡達 就是和中共建交 是嗎 喂 你現在這些 喂 那個角勢 所謂那麼強的時候 經濟去到 就是 現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 這些外交部長 是吃屎的 真的 劣幣驅良幣 這麼奇怪的 真的 沒有人才的 是嗎 喂 稍為有些理智 喂 有些識見的人 都會舉腳反對 是不可以頒這個學位 給何君堯的 大哥 你以為這樣 鼓勵那些愛國人事嗎 是 做了自己的名字 你是屎屎的 你屎屎的死家學校 第一 第二 喂 你是告訴別人 共產黨是屎屎的 就是仍然是 喂 不要說五十年不變 屎屎的 七十年不變 那種思維方式 在艱難的時期 還有些人才出 現在 所謂富強 所謂發中國夢的時候 整班都是垃圾 你數一下 望之不似人君 就算鄧小平時代 所提拔的趙紫陽 胡耀邦 都似無似樣 胡啟立 現在數這七個常委 你哪個像人樣的 律戰書 人大委員長 韓正 管港澳 副總理 現在可能是王岐山最厲害 現在有消息傳王岐山頂韓正的位置 用國家副主席的身份去主管港澳 這樣也不奇怪 其實習近平當國家副主席的時候 就是港澳小組 這個組長 現在是沒有人才 好了 你立法會 這幾天就是你譴責我 我譴責你 那是不是多鞠魚呢 那又不完全是多鞠魚 譬如你譴責何君堯 我覺得這個泛民主派一定要做的 這個真的作惡多端 你是不適合做議員 這個動作動議 譴責他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混蛋是不適合做議員 要通過基本法所規定的機制 行為不檢利 就是 褫奪他的議席 但當然在政治上不行 因為在政治現實上不行 你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但是那個姿態 或者這個動機 譴責何君堯的動機 或者這個動作是正確的 好了 至於毛孟靜譴責何君堯 就說他吃羊腸吃慣羊腸 這個我覺得就沒有必要 是嗎 這個有議事規則 當時他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不能收回 他在這裏解釋他沒有說不收回 接著就 郭榮分 說了他出去 那你已經用議事規則 做了個裁決 就他這句話 這句話 很賤格的說話 是嗎 處理了 處理了 那你再去啟動譴責他 尤其是你 毛孟靜本人提 更加不領對 是不是 但是我們 以事論事 以事論事 是不是 或者我做過立法會議員 我給大家介紹 是不是 我自己在立法會 我經常告解自己 我們是不會去動議 就是褫奪一個議員的職位 因為那個是選民的決定 OK 除非這個議員真是很混亂 是不是 甚至乎我自己 因為非法集結 被定罪 然後判刑 跟著緩刑 那有一位 立法會議員的蔣麗雲 在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提出 他要提一個動議 就是 根據基本法 是不是 要褫奪我的議席 是不是 那我就用法律觀點 來解釋給他聽 我這個是緩刑 那這個是有爭議的 我不是不讓你提 是不是 內會不讓你提 你去到大會也可以提 是不是 你是有權地提 你找救聯署的人數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提這個議案 沒有問題 不過我解釋給你聽 從法律的角度 是不是 這個是有灰色地帶 因為我是緩刑 以及我在上訴 OK 如果我上訴 脫掉了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到時被人說壞了 我不用坐 那怎麼辦呢 你說緩刑也等於坐 因為如果在緩刑期間 你犯法的話 你就要坐 那我就跟他爭辯了 不是跟他爭辯了 我就是在內委會裡面 用一些很專業的 就是 用一個專業的態度 去解釋給大家聽 從法律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回 可以上網找回我這段片 是不是 這些片是沒有什麼人看的 我說你可以譴責我 搞到後來他自己 可能是黨友跟他拔手拔腳 就叫他修蔚 是修蔚 不是你多想他 是他自己修蔚 是修蔚 是修蔚 有一次 提出這個 動作梁國雄的 有一次 也是建制派 我就反對了 你了 我的理由很簡單 一個民選議員 你不可以動作 就動作 在立法會 引用《基本法》這一條 去辭掉他的議席 這是不可以通的 OK 在民主政治來說 這是很有問題的 如果他觸犯刑法 那一定的 對不對 他就要去職了 是吧 他半年監獄 他還做了沒有 是吧 當年尖培聰 就要坐牢 然後議員就沒有了 是吧 有規定的 很清楚的 所以你這些議案 撩來撩去 不是每個人都對的 是吧 我不說 你也可能不知道 總之他是建制派 譴責他就對了 你是泛民主派 我是建制派 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 違反這個議會精神 休息一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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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